哈囉大家好 我是按摩職人Mr.Ten 今天是我們7日計畫循環全身按摩的第二天 我們要開始按摩大腿與臀部肌肉囉 趕快準備你的按摩球與按摩滾筒 我們要開始囉 好 現在一起將身體向右側躺 枕頭當成抱枕一樣抱著 身體上半部要保持放鬆喔 將大腿分成上下兩個部分 雙腳屈膝 並把滾筒夾在大腿內側接近膝蓋附近 滾筒垂直於大腿方向 利用屁股的左右晃動做滾動式的按摩 因為重力的關係會有按摩比較酸的感覺 在做這個動作的同時 你也可以嘗試將右腳或左腳伸出去 會有不同程度酸酸的感覺喔 再來將滾筒往上夾在胯下 在大腿上半部做滾動式的按摩 維持30秒 將滾筒先放在一旁 我們終於要拿按摩球囉 要開始按壓大家最常緊繃痠痛的大腿外側了 也就是ITB的位置 現在我們將按摩球拿在手上 維持側躺 將按摩球放在大腿外側接近大轉子附近按壓 停留不動或是微微晃動按壓30秒 大腿外側總共分為4個按摩點按壓 我們腦中要想像大轉子與膝蓋連線中 有4個點要依序往下按摩喔 好 把球往下移動一些 按壓30秒 再往下按摩一個點 再往下移動一個點 按摩OK 好,再往下最後一個點 好,再往下一個點 很好,我們換左邊側躺 雙腳屈膝並把滾筒夾在大腿內側接近膝蓋附近 滾筒垂直於大腿方向 利用屁股的左右晃動做滾動式的按摩 再來將滾筒往上夾在胯下 在大腿上半部做滾動式的按摩 一樣維持30秒 將滾筒先放在一旁 拿起按摩球,維持左邊側躺 將按摩球放在大腿外側接近大轉子附近肌肉按壓 停留不動或微微晃動按壓30秒 記得總共有四個點要依序往下按摩喔 好,把球往下移動一些按壓30秒 按摩喔 按摩球往下移動一些按摩 就要在大腿外側接近平面 bak 再把球往下移動一個點 來到腿部最後一個點 按壓30秒 接下來換臀部囉 臀部總共分六個按摩點 手拿著按摩球 我們先做第一個點 屈膝轉腰 將按摩球放在靠近屁股內側上緣的按摩點 將左腳放下 右腳當作支撐 屁股左右微微滑動進行按摩 維持30秒 切記不要將球直接放在骨頭上 要放在肌肉上喔 好 稍微往下移動到第二個按摩點 接下來往下移動到座骨附近 接下來往下移動到座骨附近 這時候將左腿伸直 然後輕輕地做左右晃動 進而按壓到第三個點 我們回到臀部靠外側上 上緣的第四個按摩點 左腿回到原本的位置 臀部微微左右晃動按摩 然後有用到的地方 在這個按摩點 太多按摩點 按摩點 這樣按摩點 然後按摩點 按摩點 按摩點 好,往下移動到第五個點 最後將按摩球放在左側邊的屁股 向左做一點側身,大約45度角 就可以按壓臀中肌的肌痛點 這個部位通常很痠 可以藉由控制側身的角度調整按壓的力道喔 現在換右邊臀部六個點 把球放在內側上緣第一個點 按壓30秒 好,往下移動到第二個點 好,往下移動到第二個點 好,往下移動到第三者 接下来往下移动到坐骨附近 这时候将右腿伸直 然后做左右晃动按压第三个点 回到臀部靠外侧上缘第四个按摩点 右腿回到原本的位置 臀部微微左右晃动按摩 好,往下移动到第五个点 最后来到右边臀中肌的肌痛点 将按摩球放在右边外侧的屁股 向右做一点侧身 大约45度角就可以按压臀中肌的肌痛点 借由控制侧身的角度调整按压的力道 好,我们已经完成第二天的放松按摩了 你们一样很棒 明天我们要进行第三天的腰部与肩背按摩 那我们明天见咯 bye by bwd6 by bwd6